各位馬刊 今天是星期幾天 星期四是不是 都不記得了 今天要開記錄會 所以早幾個小時錄了 被Lucy放 很忙 所以幾個都是跟政治家打回時間 我今天講的問題都很重要 現在大家都清楚了 現在兩個大焦點 現在全世界各個都關注的 一個就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仗 打得很厲害 這是普京發動的 另外就在上海整個大陸 動態清零運動 習近平發動的 這兩件事就有少少不謀意後 都在改變兩個全世界的局勢 你們看到了 兩個都是強者 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是強者 所以他們就不用聽別人說的 他就一意孤行 兩個都是這樣 先說了習近平 習近平呢 他這個清零呢 他實際在做什麼呢 我昨天和何良某那裡都說了一點點 我現在就想全面一點這麼多說 共產黨裏面有一句說話 寧願你假裝聽 好過你不聽 他現在就在做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他的權力 讓全中國所有的人物 有個黨員 全世界的人 看到他是可以指揮這個國家的 這副機器的 他就是很有信心 如果他指揮得動的話 這副機器將來就可以在全世界 第一 甚至統治半個地球 這個就是他的思維來的 其他陰謀論那些放在一邊 他這次就做這件事 不管是否正確 無所謂 又是要你聽話 你學會聽話 以後他就已經成功了 要做規矩 做到你聽話為止 這些我們以前在中國的老家庭都是這樣的 你早知道要聽話 家長說的話你就要做 你不要管 不管是否跟你的事 你早知道要做就行了 由家長承擔了所有後果 不惜任何犧牲 現在習近平就是不惜犧牲了整個中國的經濟 這件事在歷史上 只是在中國歷史上 都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次了 以前的皇帝都是這樣的 就是中共的現代史 都講得很清楚了 那些農民不等於懂得管理地 就是一家工廠裏面 那個工人不等於懂得管工廠 管工廠是很複雜的東西 那些貨就要銷售 一大堆東西了 那些共產黨的思想簡單 頭腦 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 那時候我第一次去大陸開工廠 工廠屬於誰 工廠屬於誰 工廠屬於工人 有這麼好笑的東西 這些就是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的人的想法 農民 田屬於哪裡 田屬於農民 當然是錯了 田要管理很多複雜的東西 不是只有加拿田的 那個是屬於他的 他們那些 不知道他真的不懂 還是假不懂 當然不對 每樣東西都是專業的 那麥當勞那些負責在這裡煮漢堡包 那些人 麥當勞那家店是不屬於他的 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根本不明白 那麥當勞那些組織 由地主開始 為了實施他的控制權 一定要犧牲經濟 那麽那時候的土地經濟就很大犧牲 很大很大犧牲 實際地主管一直下來 如果他應該有個土地改革的過程 他一下子就殺死了 地主就算了 地主沒有犯罪的 就是因為祖宗傳了一些地給他 那麽就死了 三犯五犯 所有公司 大小公司 基本上都變成公司合營 就是他的 就是國家化 叫做什麽 國家 吞了你的那些公司 就這麽簡單了 講到其他公司合營 這些全部美化了那個所謂 所謂折管了你 免費折管了你 接著他看一看 這幫知識分子 很多事情講 有很多事情想 搞反右出來 等你不准獨立思維 不准獨立思維 反右 右派的思維 比較是保守的 是實際的 但是跟共產黨是不正確的 右派就是我們現在香港的藍絲 點營 是右派的 實際是右派的 他擁護共產黨 就是擁護共產黨 但是實際他的行為 他做生意的方法 他的思維是右派的 那這幫人呢 在上海的時候 不是上海 整個中國 就被人鬥倒了 包括朱鎔基 這些 那一派後來 改革開發出來的那幫人 包括鄧小平 那些全部是右派來的 很多右派 那些所謂真是做得了東西的建制派 那他就叫他右派 全都可守了 因為他要控制所有的所謂思想 他要控制思想 那為了控制思想 不惜犧牲所有右派 那你們都聽到了 那時候上海 看起頭就有人跳樓了 那這個就是上海跳樓的那些是資本家 跟著那些是知識分子 就是右派了 那些就跳樓了 那又不夠了 還不夠了 還不夠了 那什麼叫做 所有搞經濟的東西 不行 你們不懂得搞的 我懂得搞經濟 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躍進 你們那些經濟是慢慢每年耕耕耕的東西 不行 我們要大躍進 就是說我們要遠遠經濟要起飛 沒有你那些慢慢爬下爬下的 他覺得這樣的人就爬下爬下的 他就大躍進 又要我們要鋼的生產要超過英國 叫做什麼 鋼米超英 總之就是亂來 人家要開礦的嘛 拿鐵礦出來就連鋼的嘛 或者拿些招煤和鐵礦混合連鋼的嘛 他就不是 他就是拿些窗框啊 梳化下面的彈弓呢 你融掉了它 拿所有沙波硬餐那些用鐵做的那些 人家就是煉鋼呢 就是鋼的產量很大 就變成用鋼鐵或者金屬來做的用具或者機器 他就是拿機器 融掉它呢 就是這樣你表示它的鋼的新產量 荒謬啊 你說現在零容忍啊 什麼什麼 清零荒謬還是那時候的荒謬呢 差不多到一樣的了 是吧 就是沒有人可以挑戰它的 所以荒謬那些東西 我說回所有的荒謬 然後想想不要啊 你們那幫人的所謂文化 你們的文化 我都要控制了 什麼都是他講的 我說什麼是文化 什麼是文化 就什麼是文化 你那些文化 我說錯就是錯 對就是對 實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是非 是非他都要控制了 哪樣是黑 哪樣是白 他講也算 不是你講也算 哪樣是對 哪樣是不對 他講也算 他講文化大革命 我不用這麼高級的 我不是靠那些 我不想在這裡講這些很複雜的 講到最後 文化大革命就是 誰講的算數 誰是對 誰是不對 總之搞到整個中國的經濟就是一塌糊塗 搞完文化大革命 由六六年交到七六年 我七六年的時候開始去看看了 七二年我也去看過 窮到你沒辦法想像 窮到你沒辦法想像 我都講了很多次在我節目那裡 走過廣州的那些店鋪 一個燈棒 十幾屋 你不知道十幾話 你不知道什麼叫十幾話 你沒見過這樣的 就是香港最低的 香港最低都六十的了 如果你要呈調好一點 二十五話 W Watt 照明一點就是六十 再光一點就是一百 這些是我們香港的標準 十六啊 大哥 十六啊 那些人的眼睛很好 沒那麼多近視 太光的人的眼睛容易感染 你讓我看過一半 你難看 你地看我看他 我一下 你看我看他 我因為他 Tayyatere my mind 所以那個是說 我看你幾個事情 他好像說 不太過癮 他是不是不太過癮 他很過癮 權力越來越大 譬如開國初期 開國那十年他權力越來越大 但後來他不是為了集權 他為了保護他這個權力 他保護這個獨裁的權力 所以做的事全部是保護性的 就是這樣 現在講一下習近平 習近平那些經濟 你就知道 過去四五年 基本上經濟 以前賺的錢基本上被他敗了 為什麼他要搞這個清零呢 就是他重要控制 他用這個疫情 根本這個疫情是雙方Cut 大家清楚 以前你們嚇到抽筋架 都怕到 家都不敢出 實際上現在知道了 惹過那些人就清楚了 最多就是一個小感冒而已 拿大他利用這件事 你絕對要控制整個社會 他之前也有準備了 拿了阿里巴巴的所有資料 又拿了那些數據 那個人說是你們的數據 不是你們 是在大陸的人的數據 然後又問騰訊拿了所有的數據 連滴滴打車 那些送餐那些 全部的資料是屬於他的 講就說 不想你拿資料去做其他生意 壟斷其他生意 實際就是他拿了這些資料 就方便的控制了 每一個人 全民 全民的控制 這個就是權 多少權 包括裡面有權的人 沒有權的人 你整個家庭 你的個人 不管你哪個 就是他要你怎樣就怎樣 那你就不能反抗了 你就不能奪他的權 是吧 你反抗親民 關了 你的戶口又沒有買 你買一張車票也買不到 是吧 錢又沒有了 這些控制很容易而已 真的很容易 一個命令下去 可以這群人 立刻 等於變成封閉了 就是有封城 他可以選擇性的 選擇性的鋒利 鋒叫做什麼 鋒個人 鋒個人自由 總之 搞到你根本就是不存在 搞到你不存在 他有這樣的權 可以一類一類人 你這個組織嘛 你那幫人 你那幫言論 他拿你分了類 看完你的微信 其實看你的言論 他一分析就很容易 你是屬於哪一類人 你是哪個派的 你的思想是怎樣的 你反習 反到什麼程度 你是否可以用的人 他可以一組一組人來對付 你這組人是比較好的 明天給你這組人 加人工加多些 可以優待一點 你這組人是反對我的 不用出聲的 你那些言論上跟你其他人聊天 你這組人是否可以用的 或者已經有這樣的資書 資書馬跡 我就已經可以 不讓你冒起你升級什麼什麼 完全沒有升級 你永遠就做一些最普通的事情 這個是習近平在做的事情 其他的陰謀版本就沒聊天 不是主題來的 他想做的事情 上海就頂住他 不肯讓他做的事情 他說我說要4月20號清零 你們假的都給我做一套 站出來4月20號清零 上海現在就是假的都不肯做 所以幾次孫春蘭 孫春蘭來到上海 他們不肯做 他走 走到之後又回來 習近平又回來 每次都在那裡 就在那裡警告那幫上海人 你不做 你將來就大禍 將來全部要周後算帳 孫春蘭過來就是這樣 李強兩邊都不是人 到底聽孫春蘭好 還是上海過成的班底 他又不可以得罪成的班底 他就假的在那裡搖著搖著搖著 但實際上他也是阿習的人 不管怎麼樣 阿習就是要上海也好 現在全中國 過八個城市都是 城鎮都是 都在那裡奉陰 就是 你們要看看我怎麼管你們 你們奉不服 你們夠不夠膽說不讓我練飲 為了他的權威 為了他的面子 他曾經說過他那種清零 清零是成功得不得了的 前兩年真是搞到好像真是沒事 每個人都可以上班 又可以出口 又可以賺錢 他就要輕功厭 講到這樣的情況 為了他的面子 他就願意犧牲整個中國的經濟 我先頭都以為他是嚇一下 他看諾根本不是嚇 現在上海不停就不停了 他就不惜犧牲整個中國的經濟 外匯什麼是國際的形象 什麼都沒有所謂 只要他可以掌權 這個就是實際的原因來的 其他那些是次要的 這個是主要原因 是怎麼會來壹 roll的 就是人兩人 那小的時代 一位紅鳩 超文化 那小的想法 關鍵 就是提案 說我 有音樂 我希望不要 在開交流 ? 從